你們今天有忙辦 找到的話你可以考慮一下我吧 找你出生的 你是配住你嗎 好我叫Victoria 我叫Nico 好我叫Vivian Sara 你們是哪裡人嗎 湖北 湖北 清涵 英文名字池的溜 立馬被高檔希望價格往上漲 你們是哪裡人嗎 這些人 滿腦子都是外國的東西 從洋門外 起了跟英文名 有什麼的了不起 跟中環溝通還用什麼英文名 很奇怪 那發的國家有什麼不好學 學人的表皮 學人的香蕉皮 有什麼好尊重的 這些人就是跟之前那個傑傑良 同一種 哺乎國家 從洋沒外 我絕對瞧不起這種人 有什麼好尊重的 大家好 我是阿烈 這一次我們就來講一下 留學生跟從洋沒外 這個詞語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其實我也不是第一次收到 像剛剛那個片段的那些言論 非常的酸 針對這一次傳趴的派對呢 又有一些帶有侮辱性 蔑視性的留言出現 我有很有必要為我視頻裡面 所有出現過的人 來做一次回應 在開始之前 有一個定調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人與人之間 必須互相尊重 無論是你的行為還是語言 你可以發表不同意的意見 但是你不可以不尊重對方 當然你讓他們猜你是哪裡的 他們有一個算是廣東的嗎 滿腦子都是外面的東西 依照我在社交場合的經驗來說 有可能我覺得這個人講話很像 他有廣東口音 他可能會說廣東話 但是在第一時間 我不會用廣東話直接跟對方溝通 我選擇的是 我用本地的官方語言先跟對方接觸一下 和在問對方是不是廣東人 原因很簡單 因為如果對方不是廣東人 只是他講話的口音比較像 你用廣東話跟對方講 就有一點點不禮貌 你還是要尊重當地的語言跟規則 打個比方 如果你那個人很像日本人的話 如果對方跟你說 哎呀我也是日本來的話 OK那你們就可以進行日語對話 生在中國長在中國 從洋沒外出這種人 其英文名字是方便跟老外溝通 但中國人說什麼英文名啊 其實在移民國家 特別是美國家的代號中 你很難以某個人的語言口音來判斷 他的國籍是什麼 這位過於尊重他們 前不久才出現研究生侮辱自己國家的事件 這不很可悲嗎 抱歉我打心眼裡瞧不起這種人 對關於節節糧事件 我也覺得是非常可悲 為什麼一個國家培育出來的高等生 高材生未來國家的棟梁 會發出這樣的言論 歧視自己的族群 這讓我想起來 之前悉尼大學裡面有一個助教 他就是剛剛取得了澳洲籍 拿到了澳洲護照 他就連忙把自己的中午護照燒掉 然後扔到廁所裡 當然那個助教可能已經離開了 首先我們要看那個助教是取得了澳洲籍 拿到澳洲護照 所以說他並不是一個中國籍的公民 他是華裔澳洲公民 並不能說他是種族歧視 因為我們都是同一個族群裡面 只能說他這樣行為很不尊重他國 很不尊重他國的人民 我們看一下傑傑良的事件 然後他用支那這樣的詞彙來侮辱自己國家 其實道理就是在族群內互相攻擊是一樣的 是把自己自身於這個族群以外 他是我們自己族群社會培育出來的一個高材生 你不能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反饋貢獻 至少你也不要去侮辱我們自己的族群 而這個時候有一些人的言論就會跳出來說 他們這些人就是受了西方的教育 變成了黃皮白心 就是瞧不起我們自己人 我認識的BBCABC大家所謂的香蕉人 對於他們來說 血統跟他們原生家庭的文化 他們是完全接受沒有問題的 我是從來沒有聽過BBCABC的朋友 發出對於自己原生族裔所在國家侮辱性的言論 而且他們很有興趣去把自己血統的文化背景 一點一點學回來 出生成長在其他國家的華裔 他們大部分不會去排擠跟自己有相似血統 族裔的人 那些真正從洋沒外攻擊侮辱自己族群的人 是哪裡來的呢? 這個千萬不要往下講 往下講這個視頻播不出去的 不是吧?這麼誇張? 不過我覺得還是讓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比較好 那我就給大家思考個方向 他們出生的背景 接受教育的背景 還有社會的背景 我想讓剩下的時間 大家好思考一下鍛煉一下自己的批判性思維 那關於海外留學生的一些生活 當然他會有光明的一面 也會有黑暗的一面 那下一次我們就分開這兩個話題 分析一下現在留學生的生活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關注我的頻道 跟我計時互動 麻煩大家點贊收成 投幣轉發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